看着起重机掉走 被炸得粉碎的建物残骸 乌克兰东部城市 波克罗夫斯克的居民 一脸满是惊恐 这里成为俄军 飞弹空袭的屠宰场 家园全毁门窗炸飞 瞬间酿成至少 九死八十一伤的惨剧 在当地时间8月8号晚间 俄罗斯连轰了两枚伊斯坎德尔飞弹 更令乌克兰人愤怒的是 这两枚飞弹相隔整整37分钟 为的就是要造成更多伤亡 这不是一个事件 这就是计划的 这是一个双方式 这是在双利亚内战时 很常见的攻击 第一枚飞弹先炸目标物 等救难人员 以及周边的目击民众 聚集的时候再射第二枚 这次的第二炸全都被乌克兰救难人员 身上的密露器给拍了下来 烟尘弥漫 救难人员痛苦嘶吼 俄罗斯声称是炸军事设施 但实际上被炸的地方 是一间饭店和披萨餐馆 而这两个地方都是外国媒体 到前线采访时 会下榻的饭店和用餐的餐厅 俄罗斯沙红眼无差别滥炸 就连CNN记者跟着乌克兰的收尸大队 直击他们的前线工作时 也差一点被俄军瞄准 乌军穿梭在壕沟中 寻着尸臭味 要把阵亡同袍带回家 这不是人人都愿意做的工作 但他们从没停下脚步 而且连阵亡俄军的尸体 也会一并清理 但即便如此 都还被俄军锁定 只要抬头看到有无人机 就代表他们即将成为剑拔 乌军反攻两个月来 也已经陷入瓶颈 即便还是有西方军援炮弹 陆续到位 但是乌克兰总统 泽恩斯基承认 情况不乐观 美国国防部高层 匿名指出 乌军推进范围小到只能用几公尺来算 先分析三大主因 俄罗斯在乌冬地区设下三道防线 埋下了无数地雷 几乎可以说是整地的卫爆弹 要彻底除雷根本不可能 乌军自己也坦诚 这些地雷彻底打乱了反攻进度 再来就是计划 赶不上变化 尽管有各国送的现代化坦克 但是问题要从训练到实战 也需要更多时间 先前的评估显然太过乐观 此时俄罗斯国防部长 萧伊谷还到前线视察 看来就像提前进攻 眼见夏天已经过一半 秋冬又快来了 有利于乌克兰反攻的天候条件 也正在倒数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